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聽到中國的禁令 日本也很心急 稍後揚言要去WTO告狀 稍後說申請通過RCEP 即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去牽線搭橋和中方商談 9月5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說 已經為應對中國的禁令 訂了千億日元出來的 岸田在社交媒體上 曾經宣傳它的1,07億日元 即是大約53億港元的水產業守護政策 主要制定了擴大國內消費和維持生產 針對風評被害的內外應對 改變出口目的地 強化國內加工體制 和迅速而細節的賠償等5個方向 日本媒體說中國反對核污染水排海 全面暫停了進口日本水產品 這些支援措施是鑑於中方的舉措作出的應對 岸田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將會徹底守護水產業 政府和東電將會徹實承擔各自的責任 首先對於出口到中國 在中國剝殼加工後 在當地消費或銷往美國等地的線背 將完善在日本加工的體制 力增能直接是銷往美國和東南亞 所以就徹想為募集剝殼人員等必要的 人工費提供定額寶座 此外還計劃將資金用於聘用外國人 以及因為抽刀魚等漁方而業務減少的人員 日本的支援措施中還包括將活用家鄉納稅機制 開展致在擴大消費的國民運動 除了訂錢之外 根據日本廣播協會NHK9月5日報導 日本還呼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框架之下與中國討論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一事 日本在9月4日提交了這個請求 因為根據RCEP規定 受到暫停進口等措施打擊的一方 可以要求和引進方進行雙邊磋商 而日本和中國都是這個協定的成員 日媒就說 目前還不清楚中國是否會同意展開討論 而日方不僅想解除禁令 還試圖爭取國際社會 對他們強行排放核污染水的理解 日本外務省當地時間9月4日發佈聲明說 日本已經向世貿組織WTO提交書面文件 宣稱中方在日本啟動核污水排海後宣布的 進口管制措施完全不可接受 對此以評論時事文明 在微博擁有1400萬名粉絲的曉雷就指出 其實這一切都是日本的陰謀 因為他們在將核污水排入海之前 肯定已經猜到中國會禁止水產品進口 但最後都依然堅持這樣做 目的就是想在國際社會那裡賣慘 將自己包裝成為受害者 以便轉移國際焦點 再次對中國貼上此強凌弱的標籤 其心可諸的 而外加部發言人毛寧對此回應說 中方已經多次就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問題 表明了中方的嚴正立場 日方強行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自人類和平利用核能以來都沒有過先例 也沒有供應的主治標準 國際社會普遍關注日方這樣做對海洋環境 以及公眾安全帶來的風險 並且採取防範措施 中方的有關措施完全正當、合理必要 日本致富大和總言估計 福島核污染水排海引發中日關係緊張 除了中國內地和香港禁止進口日本水產品的打擊 如果來自中國的入境旅遊沒有復甦 日本實際GDP可能會萎縮大約1.2萬億日元 即是GDP的0.2% 日本獨卖新聞就指出WTO的申訴流程 通常需要幾年的時間 在2019年與韓國政府的紛爭中 日本就遭遇失敗因此需要持慎重的態度 簡單總結 日本在政治上已經是緊貼美國反華路線 在經濟上因為核廢水排海引發的中日關係緊張 岸田民和政府都挺頭痛的 另外看看中國和意大利的關係 外交部長王毅9月4日和意大利副總理塔加尼 共同出席中意政府委員會第11次聯席會議 王毅在總結發言中高度評價中意各領域合作成果 王毅說近年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意關係保持高水平發展 走在中歐關係前列 兩國領導人保持密切交往 為雙邊關係把頭定向鞏固互信基礎 中意文化和旅遊年精彩分程 古羅馬文明展吸引了超過30萬名中國民眾 兩國相互支持辦好北京和米蘭東奧會 古思綢之路傳承的千年友誼歷久離身 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成果封石 王毅說過去五年 中意貿易額從500億美元增長到近800億美元 意大利對中國出口增長大約30% 伊托上海進博會海南銷博會等平台 各類的意大利優質商品走入了中國千家萬戶 中意合作的第一手中國國產大型郵輪也順利起航 意大利企業參與CR929大飛機專案進展順利 雙方形成了兩輪第三方市場重點合作專案清單 王毅強調 面對新形勢新機遇 中方願意和意大利方面堅持開放共贏 聚焦務實合作 出盡包容互鑑 推動中意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實現更大發展 總結而言 王毅對意大利打出了溫情牌 點出了意大利和中國合作的空間 當然也是提醒意大利 一旦他們選擇退出一帶一路倡議 這些合作空間肯定會受到限制 而且我認為現在內地的民眾對於外國的觀感 對這些國家的品牌和企業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意大利如果退出一帶一路 無論是否受到美國的壓力 也會影響他們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 塔加尼此行受到關注的議題就是意大利是否會退出一帶一路 此前意大利總理梅諾里已經表示 關於一帶一路的決定將在12月最後期限前作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趙俊傑 在《環球時報》撰文說 作為西方七國集團唯一和中國 在2019年簽署一帶一路合作量解備忘錄的國家 意大利和中國近年的合作卻有成效 但作為意大利極右翼兄弟黨領導人 現任總理梅諾里的政治傾向和主張令人擔憂 他在2022年競選總理時主張減少對中國依賴 限制中國經濟擴張 還聲稱無意落實中意一帶一路合作量解備忘錄 趙俊傑認為梅諾里作為意大利政壇的新人 他對於中國的言論和政策相當偏激 體現出戰略眼光和理性認知的不足 如果有戰略眼光就不會輕易損害 喜歡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就應該更理性地想一想 為什麼意大利政府走馬燈地輪緩 但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領導人上台 基本上都能夠保持和推動對華友好合作關係 對了 趙俊傑分析 副總理塔加尼和梅諾里不同 他是從政經驗十分豐富的歐洲政治家 曾經擔任過歐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和歐洲議會議長等要職 對中國也比較熟悉 對於一帶一路問題 他強調無論是退還是留 我們都不會針對中國 但也需要認識到在這個問題上 他其實和梅諾里一樣很糾結 退出一帶一路倡議肯定會有選 中二政治關係和經濟合作 梅諾里政府目前內外交困 國內經濟增長乏力 勞動力市場不景氣 外交上 意大利政府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一起 參與對俄羅斯的制裁 並向烏克蘭提供軍緩 這迎合了美國的戰略意圖 但其實加重了意大利進退兩難的外交困局 趙俊傑強調 站在意大利的立場 或者想拿一帶一路問題迎合美國 以求在談判時多爭取一些好處 但希望他代價而沽的小心思 最後就不要落得兩頭不討好的結果 始終中國是意大利在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 這幾年中意經貿合作富有成效 意大利如果單單為了取悅美國 而放棄這個良好的市場機會 顯然是得不常失的 從這角度來看 梅諾里政府打算退出一帶一路倡議 明顯不是完全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 很大程度上 是與美國的誘惑以及壓力有關 未來可能會採取兩面安撫的做法 針對梅諾里政府計劃終止一帶一路合作的表態 中國政府已經多次展現出善意和合作誠意 強調中意合作是互利共贏 而並非一雙情願的恥語 並且警示退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後果 若梅諾里政府執意退出合作 中意政治經貿和全方位合作將會面臨挑戰 意大利的損失一定大過美國所能給予的補償 為了黨派的偏激 傷害中意雙邊友好合作關係 必然也不是意大利人民願意看到的 從意大利的糾結 也可以看到大國博弈中意大利這些中型國家面對的困局 政客的意志力不夠堅定 不僅會輸掉自己的政治前途 還會令本國人民陷入困境之中的 另外2003年我隨團採訪 在埃塞俄比亞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 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 我會講一下為什麼近年來美國舉辦的美飛峰會 是照抄中非合作論壇呢? 而中國為什麼這麼重視和非洲國家領導人雙邊惠悟呢? 歡迎訂戶到石樓台那裡收看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樓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一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巴士力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力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